导盲犬小Q是什么犬 导盲犬小Q这部电影非常的出色 那么里面的狗狗也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实它是一只拉巴拉多嘛 那么可能很多人之前对拉巴拉多了解都非常的少 那么这部电影带给你一个全新的人生 其实拉巴拉多真的就跟导盲犬小Q一样 它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 以及喜欢与人情景的品种 拉巴拉多是一个工作犬的一个性质 但是作为驾养犬质 它也有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首先它的性格非常的稳定 拉巴拉多你会发现它再晚了也再顽皮 但是它对主人对家里人对周围的人都非常的友善 那么可能顽皮到一定份子上之后 它也不是轻易能够跟别人打斗的犬质 那它可能更多的是那种特别活活特别欢愉的一个状态 粗字以为拉巴拉多它真的是非常的天心 为什么说导盲犬会选择拉巴拉多或者是金毛这一类 因为除了跟人我们讲更为亲近以外 他们也有天然的只有保护人的这个意识 所以你会发现拉巴拉多和自己家里面的孩子相处的时候 它也是非常照顾孩子非常贴心的 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勇于站出来 那这个时候家里面的小宝宝跟它一起互动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会自动变得很温柔 所以拉巴拉多是一个非常棒的家庭犬质 小贴士 导盲犬小Q它是一只拉布拉多 这类犬种非常善解人意 喜欢与人亲近的品种 作为家养犬质它有很大的优势 性格稳定 它在玩乐期间会顽皮 但对家里人周边人都很有善 还非常贴心 具有保护人的意识 感谢观看